之前 没能联系你 是我们的不对 因为几月风波的事迹 安静乐在国内的人气 已经急剧下降 她怀孕的事情 恐怕不久 也会被狗仔知道 所以静姐想让她去美国安胎 顺便去好莱坞闯闯 当初静姐说得特别好 可是真的到了那边 发现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 静姐她根本没有 她吹嘘的能力和实力 让安静乐进入好莱坞 连外围的圈子都进不去 安静乐几乎每一天都跟我视频 她很不开心的 都不容易啊 你得好好劝劝安静乐 叫她好好安胎 这个比较要紧 安静乐 你别哭啊 我现在每天都在后悔 我当初不应该做那么剧 晴姐肯定恨死我了 她肯定不会原谅我 安静乐 晴姐她不会不原谅你的 那天她说了 她只是对花胡静有所顾忌 花胡静太不按常理出牌了 而且 毕竟我们和晴天下 曾经闹出过那么大的纠纷 我现在也没退路了 我执意 要把肚子不高生下来 是对的吗 她妈妈都这么不幸福 她爸爸又不要她 她以后怎么办呀 安静乐 你千万不要这样想 晴姐一直嘱咐你 先保重身体 一定要把孩子生下来 你知道 你联系到紫昂了吗 你联系到紫昂了吗 她 电话不接 微信不回 我来公寓找她 保安说 她已经好几天没有回来住了 怎么可能 她跟我说 她一直住在我公寓的 小白 小白 你怎么在这儿啊 安静乐让我过来给你送点吃的 送点吃的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不就是为了看着我 你这干吗呢 我正在和安静乐视频聊天 子 是你吗 你回来了 我好想你啊 你们聊吧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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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去了 我从昨天晚上一直到现在给你打电话都打不通 一直都是关机 你吓死我了 我好害怕你出什么事 能有什么事啊 昨天晚上打了阴野牌 输了好几十万 妈困死了 打牌 你不是答应过我再也不打了吗 你懂什么呀 我不是要上鬼打灯笼吗 那戏谁也难以女医说了算 这女医啊 最爱打牌的 一打就一晚上 非得让我陪着她 这部剧的女医 不是菲菲吗 陈子 你不是答应过我再也不见她了吗 你什么时候又跟她勾搭上了 什么勾搭呀 我这是为了工作啊 我连她手都不会碰 亏她心呢 你昨天晚上跟她打牌 你昨天晚上上床了吧 别胡说八道了 陈子 我怀着你的孩子呢 你跟别的女的鬼混 你混蛋 你别他妈废话了行吗 陈子 你不可以这样跟安静了说话 我骂我的女人 有你什么事啊 我只是提醒你 别刺激孕妇 陈子 你要是敢跟菲菲胡来 我就去剁她 别当圣武了行吗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你这孩子又不是我想要的 这都是你的圈套 你想套着我 我受够了 陈子 别被我动手啊 你喝 来呀 我正想练练呢 别别别 别 千万别 你们俩别打架啊 别打架 是 这是我不好 我不应该提这种事的 这一 就是我误会了 小白你千万别动手啊 紫儿 你听我说 听我说 我在这边 太孤单了 你来陪陪我好不好 没兴趣 你喜欢的 我来陪陪你 我来陪你 都送 尽快 不能 一点 你 我老婆